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第32章 历代之下第32章比较长 总共有33节 这一章的内容主要在讲 神保守犹大 胜过亚述王西拿基利 与本章记载相同的经文比较丰富 大家可以去参考 像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 还有列王纪下18章到20章 我们来把圣经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这一章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23节 耶和华神帮助西西家所统治下的南国犹大 得胜亚述王西拿基利 第二段是24到33节 西西家王病得痊愈 以及他在世上其余的事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五节到八节 圣经这样说 西西家力图自强 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 高于城楼相齐 在城外又住一城 兼顾大卫城的米罗 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 设立军长管理百姓 将他们召聚在城门的宽阔处 用话勉励他们说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 惊慌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 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征战 百姓就靠尤大王西西家的话 安然无惧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前三章 主要的记载了 尤大王西西家带领尤大民众 灵性复兴的工作 在本章当中就侧重在其他别的方面 像尤大国在西纳基利入侵的时候 得神奇妙的拯救 另外还有西西家王患病得医治 以及其他的一些势力 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 那便是遵守神的律法 敬畏神的主权的人 会得蒙神的恩待 尤其是经文叙述的结构方面 我们特别留意 就像以色列人 因按照神的吩咐守了预约节 神就在那天夜里 击杀埃及投生的一样 南国犹大的百姓 和北国以色列圣余的人 也因灵性复兴守了预约节 所以神就让南国犹大 在遭遇亚述王入侵的时候 也经历了古代 神让埃及投生的 被神灭命的使者所击杀的 同样的事 亚述帝国的军队在一夜之间 也有十八万五千人 遭神厂治 所以像这样百姓的灵命经历 以及经文所带出的叙述 从架构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读经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这样的现象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二十三节 南国犹大面临亚述大军的入侵威胁 在紧要的关头 神帮助南国的王西西加 以奇妙的方式拯救南国犹大 脱离亚述人的手 我们根据《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的记载 亚述王西纳基利 是在西西加做王的第十四年 入侵南国犹大的 这一时间是祖前的七百零一年 亚述王为什么要入侵南国犹大呢 因为在西西加王的父亲 亚哈斯还在位的时候 早在祖前的七百三十二年 亚哈斯就与亚述王 提格拉匹尼瑟结盟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但是在犹大王亚哈斯死了以后 亚述王沙尔根二世 做了亚述王 便撕毁了于犹大所立的盟约 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十八章的第七节 沙尔根二世在当时正在国中处理一些内部的事物 到后来 沙尔根二世的继承者西拿基利接位 西拿基利挥军南下 要给西西加所治理的南国犹大 一个沉痛的教训 这就是历代之作者讲这一章的基本背景 亚述王西拿基利所展开的第一步的攻击 就是围困犹大的射防城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从所罗门到后来的王 不断的建造犹大的一些重点防御的城市 这些城市我们在之前都说过 大家可以参考像《列代之下》第八章的第六节 十一章的五到十二节 十四章的第六节 还有二十六章的九到十节 二十七章的第四节 亚述人非常顺利的攻占了那些城市 由于敌人越来越迫近耶路撒冷 西西加王便采取了一些紧急的防卫的措施 比如他命令军队堵塞了一些河流和水源 使敌人不得已引用 大家看三节和四节 在古代的时候 一旦发生战争 通常自然的方面就会遭殃 城周围的树都会被砍伐 所有的泉源水源会被用巨石堵塞 另外就是凉田也会被抛满石头 西西加王就是在这段重要时间里 修建了著名的西西加水道 这一点我们之前有讲过 本章也有提到 大家看本章的第三十节 西西加王又和首领们在下令 修补伊路撒冷的城墙 并筑起辽望楼作为防卫 另外又建造一道外墙 并且巩固和支撑长墙根基的平台 民众们同时也制造了大量攻击和防卫的武器 这是第五节 本章所描绘的西西加 不像以赛亚书和《猎王记》那样 比较胆怯 本章所记载的西西加 比较有信心和勇敢 所以第五节的经文 就用了力图自强的话 来形容西西加 带领犹大百姓积极备战 第六节就讲了 当一切备战准备就绪 西西加便召聚他的百姓 在城门附近的广场对他们讲话 大声勉励他们不要惧怕 以色列的神 要比亚述人的神力量更大 经文这么说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 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接着西西加王再次向百姓 讲明了以色列圣战的特质 那便是 神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征战 西西加实际上告诉自己的百姓 他们的确将面临一场空前的战争 但这场战不仅仅是他们的 更是神的战争 神会亲自出手 为犹大国民征战 第八节的末了 就提到了 百姓听完西西加王的勉励之后的效果 说到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加的话 安然无惧了 大家看七节和八节 第九节的经文接着讲 在当时西拿基利正在攻打拉吉 在即将得手之际 就拆遣了陈谱 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加 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之前我们在读《猎王记》时 曾经读过西拿基利所派的陈谱 是如何在耶路撒冷的军民面前 表现得嚣张和狂妄的 西拿基利的陈谱 传来了西拿基利的话 他的话主要的意思是在讲 耶路撒冷的人一定要知晓 他们的神不能帮助他们 因为西西加已经除去了 他的秋坛和祭坛 结果耶和华已经被限制在 一个圣地当中了 西拿基利的看法是极其幼稚可笑的 因为他完全不认识 以色列神的属性 他不会知道耶和华乃是祭邪的神 这位神的同在乃是充满万有的 是无所不在的 外邦人的神 尤其像亚述人的神 是要借着秋坛祭坛偶像 住相来显示与敬拜他的人同在 但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不是这样的 反而耶和华神是乐意他的百姓 都能够集中的来到耶路撒冷 圣殿当中敬拜神 当这个愚昧的亚述王认为 耶和华会因着各处没有偶像 没有庙宇 没有秋坛 因而就会对以色列百姓不高兴时 实际上恰巧相反 神反而会因着西西家和犹大百姓 除掉各地的偶像秋坛而喜悦 所以他完全不能理解 以色列信仰当中的事 他企图借着这一点来说服以色列百姓 在他的大军面前投降 是极其可笑的 他不知道 反而恰恰是因着这一点 神会对以色列百姓予以帮助 十三节到十五节 西纳基利继续嘲笑南国犹大 他自夸说 所有其他国家的神 都不能拯救他们的国民 脱离亚述人的攻击 在十五节当中 他还特别地告诫南国犹大的军民 不要叫西西家这样 欺哄诱惑你们 也不要信他 因为没有一国一帮的神 能救自己的民 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 况且你们的神 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西纳基利大概得到过情报 也就是西西家王 如何勉励民众的事 所以他就明确地告诉犹大人 若是相信西西家虚假的应许 那就只会给耶路撒冷 带来毁灭的结局 这是十三节到十五节 我 ling pueungs肥困 你太保优了 谢谢 pumpkin 无论